一名女学生在网络上贴文 说要跟老师讨论学业规划的问题 结果老师并没有约在实验室 而是约在这间咖啡厅 结果两人都还没有见面 老师就在line跟学生说要去小酌 在DcarPO出两人的line对话 女学生指控台大一名教授 约她在咖啡厅边喝边聊 还说不要太拘束 没想到在见面前一天 老师突然改口问她能喝酒吗 该晚上如何 下午事情多 晚上想要小酌一下 女学生回应自己不能喝太多 老师笑了两声还说man gala 结果疑似就在这一天发生状况 女学生身心俱疲将历程分享给网友 指控台大这名教授与她发生的关系 还说自己单身 事实上已婚还有小孩 女学生怀疑被老师传染疾病 更控诉对方疑似未造对话基督和证据 当她要走法律途径时 教授竟然还开口威胁 不管是学生跟老师 彼此相处之间都要注意一下那个界限 师长有用比较不适当的方式 比如说跟我发生关系 要不然我就当掉你 或者是其他这样暗示的方法 让学生不是出于自愿的 而是因为这样子的全市关系 受到压迫跟你发生关系的 那你就可能要面临这样的性责 律师解释 如果是师长对学生的全市性交 这名学生必须是受这名老师指导 有相关监督或辅助的关系 如果教授利用全市或机会性交得逞 恐处六个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如果是猥胁 则是三年以下徒刑 事发之后 女学生将报案三连单 Po上网也附上验伤资料佐证 警方表示依规定受理 台大消防则回应 已经依程序通报 一切静候调查 TV游王华丽里 这台北长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